我接到消息之後 馬上訂機票 改機票 昨天趕回來 也著急的 緊急的一個會議 所以我都絕對沒有隱瞞 我想這個我一向都是坦蕩蕩的 而且是說到做到 我相信所有的鄉親一定對我們所做的事情一定會有感恩 這個祝福時候到氣泡的影響一個情況 我想對於這一次的氣泡之間 我們找達萬分的歉意跟關切 我們也立即啟動了我們的危機處理的機制 我們會分責一切的損失跟醫藥的負擔 包括這個心理資訊 付電的費用 我們都包含在裡面 那這一次的事件的發生 是我們也接到通知 8點08分的時候 這個監控中間有異常 然後立即啟動 可能是因為來不及的 那8點40分就發生了這個氣泡事件 跟一些耗栽的情形 那我們針對這一次的問題 我們也立即做了下列的詮釋 第一個 對我們興建18個 這個軸流法的守在地 也就是這個減壓站 我們立即去檢視 同時必要的時候就更換整套的設備 第二個 我們也對於這個瓦斯表 這個微電腦瓦斯表的更換 我們也立即的在家常宣導 希望全部住戶能夠接受 微電腦表的裝置 以這個這一次發生事變的旁邊一棟大樓 它全部就裝了微電腦 結果它就沒有事 因為微電腦任何一點漏鏡 它都可以把它防止 第三個 我們對於這個受傷的這個住戶這位同學 我們會派我們社會處的同門到醫院三班子的輪流來照顧 我想這次我們一定要讓它趕快地來康復 第四個的話 所有的住戶在外面居住 我們每天一個人負擔一千兩百塊錢 我們知道它的房子可以居住了安全了 讓它回來為止 那第五個的話 我們對於這個受傷的或者營業的損失 或者有任何其他的一些需要這些 我們有設一個單一的參考 請大家把任何一些所有的憑據 送給我們 我們會來處理 我想以上是我們這個立即在處理的事情 我們希望很快地可以來恢復 讓居民的這些安心 讓它早日的回到自己家園 那今天早上我們也由公務處 率同交房局跟兩位建律師到現場來勘察 來確定有沒有影響的結構 那只要沒有確定的話 就會啟動開始復原來把房子把它復救 那同時我們也會很快的時間之內 在今天下午兩點會召集入庫 來做詳細的說明 以及我們負擔了哪些費用 然後趕快來重建家園 是 因為我有既定的行程 我就在日本 那我接到消息之後 馬上訂幾票 改幾票 昨天趕回來 也召集了一個緊急的會議 做出了剛剛所講的各項的確定 第一期間也出現了 您是確診 任何這個在哪裡有發生 我們都會立即派員去檢查 我想這個我們沒有問題的 原本現在的消息之後 是一直確診的關係 會不會有隱瞞行程 沒有沒有 確診也確實在上個禮拜也是確診 這個我都絕對沒有隱瞞 我想這個我一向都是坦蕩蕩的 而且是說到做到的 我相信所有的鄉親 一定對我們所做的事情 一定會有感人